台湾网球选手詹永然日前因为晕眩症 退出世大运混双四强赛引发了争议 现在网路上也传出了各种詹家的恶行恶状 其中提到了长期扶植选手提供防护员的长庚医院 被詹家姐妹的父母当作了按摩师 因此可能解约 对此长庚回应说合约本来就到今年为止 詹家姐妹没网女双赛事双双闯进八强 PTT上出现了一篇以恭喜詹永然为题的整理爆料 点出了詹家姐妹的网谈争议 国际网总规定选手如果想参加奥运 四年内至少要参加两次联邦杯 但是因为这场比赛奖金不多 赛前詹永然才在澳洲公开赛拿下了女双亚军 但首场联邦杯赛事打没多久就说手腕受伤吞败 比赛结束隔天立刻飞往泰国 参加有22万美元奖金的WTA巴达亚女网赛 却和妹妹詹浩琴赢得了双打冠军 网友指出长庚医疗团队免费提供防护员 陪詹家姐妹世界征战 但是为了省旅馆房间前 竟然要防护员睡地板 还要帮詹爸詹妈按摩 一解长途搭击的疲劳 让长庚考虑在今年底结束跟詹家的合作关系 2016年开始到2017年年底就会结束 最近会重新公告征选的方式 当然希望说有一些他们比较需要资源的选手 可以尽量照顾得到 长庚运动医学整合照护计划 从2014年开始推动 包括台北市大运也有6名长庚医师 两名辅大医院还有一名开业医师 加上26名防护员共同来照顾中华队选手 至于詹家姐妹还需不需要防护员照顾 或是可以把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 最新一期的合约 还有带长庚团队进一步讨论 记者中博